哈喽,大家好 Vera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分钟杏仁蛋糕 不需要烤箱,生酮友好 这里我们用到的是杏仁粉来代替面粉 加入罗汉果代糖 及后加入泡打粉 花生酱用来增香 我们家的小狗狗也非常喜欢花生酱的味道哦 打入两颗室温的鸡蛋 然后将所有的材料混合在一起 模具里面我们可以刷油 或者有条件的可以喷油哦 这个配方的料我们取一半的出来 倒入模具当中 另外一半可以加入适量的可可粉 小拌均匀之后 我们这里用到的是微波炉 高火一分到一分半钟即可 高效好吃又健康的杏仁蛋糕就做好咯 蛋糕体有淡淡的杏仁香气 相对而言比较扎实的蛋糕口感 加上低脂酸奶 放上你爱的果然 就是一餐低侃又健康的下午茶 喜欢巧克力味道的朋友 可以加入适量的可可粉 这样你将得到一个 具有浓郁巧克力香气的蛋糕哦 每一口都非常有满足感 零碳水 无糖健康的蛋糕 你学会了没有呢 只需要一分钟的蛋糕 还犹豫什么 大家快来做吧 谢谢大家的点赞 关注和收藏 这里是Vira 我们是薇辣厨房 我们下一期见哦 下期见 1月3 3 3 4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